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减重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长期且出门挑战的过程 其中常见的失败原因之一是饮食上的不当选择 特别是晚间摄取不适当的食物 根据美国IMSN网健康频道的报导 晚上7点后摄取特定的5种食物 可能对身体健康和减重计划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食物包括黑巧克力、坚果、糕点、辛辣食物和酒类 它们可能在夜间摄取后影响代谢 消化、甚至睡眠品质,进而干扰减重的进程 晚间摄取食物对身体的影响 晚上进食时间应该在7点之前结束 因为晚上预晚,人体新陈代谢会逐渐减缓 摄取过多高脂肪 不健康的食物可能对消化和睡眠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导致脂肪堆积和肥胖 以下将针对晚间应避免摄取的5种食物进行详细探讨 别碰得5大地雷食物 1.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虽负寒美和抗氧化成分 对心血管健康有益 然而,其中的咖啡因可能刺激大脑,影响入眠 过量摄取黑巧克力可能导致失眠 进而影响新陈代谢和减重进程 2.坚果 尽管坚果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营养素 晚上摄取过多坚果可能影响消化 尤其是添加油脂,盐草的坚果更易形成脂肪 进而在腹部堆积 3.糕点 糕点含有高热量,大量糖分和饱和脂肪 缺乏营养价值 晚间摄取糕点可能影响睡眠品质 甚至导致噩梦对身体健康和减重计划不利 4.辛辣食物 辛辣食物可能刺激肠胃 导致消化不良,脏气等症状 同时影响睡眠品质 晚间摄取辛辣食物可能使睡眠品质下降 进而影响身体代谢 5.酒类 酒类摄取可能影响深度睡眠 干扰正常的睡眠周期 使人次日精神疲惫 尽管酒精会让人感到疲倦 但它同时干扰睡眠品质 对于减重计划并不理想 晚间摄取不当的食物可能对身体健康和减重产生不利影响 特别是影响睡眠品质和新陈代谢 避免摄取这五种地雷食物 可以帮助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减重进程 在制定饮食计划时 特别是晚间饮食安排 需注意选择食物类型和摄取量 以维护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健康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